7月22日隆重呈现 7瓶火烟雾继续笼罩尾东 多个拘留机场仍无法正常运转 连续商将三星期后终于回落 30年期房载利率降至6.71% 美航超超改变行李托运政策 国际航班乘客首件最负75元 面对经济逆风、营运日逆艰难 LOS将持退于一成变载人员 最早今天事事仲观美国资讯 欢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国》 我是马英林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 拜登政府似乎做出了 希望缓解美中紧张关系的态势 两个高级官员有了一些接触 甚至有消息说国务卿布林肯 重新安排了访华行程 对于这个情况 白宫一位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官员说 是紧张局势 对到美中沟通破裂之后 两国才刚刚开始恢复外交方面的交流 任何和解的迹向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据彭博社报道 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 坎贝尔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一次活动中说 从对话和外交来说 利亚伦重新接触 还处于相当早期的阶段 他强调 美国认为竞争仍是两国关系的主导框架 坎贝尔说 美国计划和中国开展 由建设性的外交 并希望在气候变化和其他全球性问题上进行协调 而竞争仍然将是焦点 与此同时 美国希望利亚类竞争能保持在负责任的范围之内 避免两国陷入对抗的局面 他强调说 我们认为有必要建立对话讨论机制 以应对军囊或飞机近距离作业时发生事故 或缺乏协调的情况 6月6日有致死人士透露 国务卿布林肯已重新安排访华行程 未来几个星期内将会出访北京 佳斯可能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如果真是能够盛行 这个将会是布林肯但任国务卿以来首次访华 然而正如过去一样 这个很可能又是布林肯已放出风声自我造势的套路 向北京施加压力 以达到华盛顿主导美中关系走向的企图 福克斯新闻网日前告诉塔克卡尔森的律师听 另一位王牌主播 今个星期在Twitter上发布的一档新节目 违反了他和福克斯的合约 卡尔森是美国优异媒体极具煽动性的人物 一直以他的阴谋论和言辞以文明 4月底福克斯新闻网同意被选举计票企业多米利因投票系统公司 支付近8亿美元的和解金 以避免高风险诽谤审判几日后 另一间右翼媒体公司迅速辞退了卡尔森 6月7日 福克斯新闻网法律总顾问帕纳德估格在给卡尔森的律师信中说 卡尔森在Twitter上的新节目 违反了福克斯和他签订的合同 该合同在2019年11月签署 并且在2021年2月做了修订 不过卡尔森的律师布莱恩·佛里德曼 在一份声明中坚持认为 福克斯新闻网的任何法律行动都会侵犯卡尔森的 憲法第一修正权力 佛里德曼的声明说 福克斯以言论自由为理由捍卫自己的存在 他们就想剥夺他克卡尔森自由发言的权力 因为他是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对时事的看法 6月8日联邦劳工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在截至6月3日的一个星期里 全美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为26.1万 被一个星期前的23.3万增加2.8万人 为2021年10月以来的最高值 ABC News的报道指出 虽然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大增 但目前美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依然强劲 是美国经济中最健康的部分之一 该报告显示 全美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的 4个星期平均值为23.7万 比一个星期前增加7500人 即使上星期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显著增加 但市场分析师指出 不能够因此就认为是裁员在增多 因为上星期的数据很可能受到了过商日 长周末三日假期的影响 桑坦德银行首席分析师史坦尼说 当周工作日因为假期而缩短 所以另外一个最新的数据 可能更多的是噪音而非是真正的讯号 在我得出任何结论之前 我希望先看看下星期的数据 6月8日 美国东部主要城市依然笼罩着 在加拿大山火大烟雾的阴影下 由于能见路太低 航空旅行大受影响 多个大型航空、树楼都无法正常运转 很多旅客的飞行计划被打乱 航班跟踪网站FlightAware 发布的信息显示 截至当日上午 美国至少有330个航班被延误 另外有8个航班被取消 当日上午 联邦航空管理局宣布 他对所有飞煌 新宅西、纽瓦克自由 国际机场的班机 发布了地面停飞令 此外 飞煌纽约拉瓜迪亚机场的部分班机 亦被推迟起飞 FLA警告说 哈洛德、达拉斯、辉城的机场 以及纽约狠尼迪国际机场 亦可能会出现航班延误的情况 该机构发表声明说 由于烟雾导致空中 能见到大幅下降 需要采取措施 来到安全管理进入纽约市 哥伦比亚特区 辉城和夏洛德的交通流量 6月8日 美国防态业巨头房地尾 发布最新数据显示 全美30年期住房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 由上星期的6.79%下降到6.71% 是连续上涨三个星期之后首次回落 对那些 譬如应对高利率的买屋人士来说 这可能是可起的变化 在这个之前 30年期房贷平均利率 年涨三个星期表升到7.08% 达到了去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而在一年前 30年期房贷利率平均为5.23% 今个星期 追求房贷再融资者 清来的15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的 平均利率也有所下降 从上星期的6.18%回落到6.07% 放低美指出一年前 该房贷的平均利率只有4.38% 专家指出在房屋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 高利率令到买屋人士 每个月的房贷还款增加了至少数百美元 大大限制了他们的负担能力 而且高利率也都限制了那些 在贷款利率仅为3%的时候 购买房屋 或者做过再融资的房主出售他们的房屋 因为现在利率已经翻了若一番 这是目前市场上代售房屋 保持在历史低点的一大原因 美利坚航空公司日前稍然改变了一些 国际航先基础经济创的行李托运政策 开始对首件托运行李 收取75美元的托运费 此前在长途航先上 盛客至少可以免费托运一件行李 但另一行政策将在下季旅游高峰 来到的几日前改变 他报道 2023年6月6日说之前发售所有 王返亚州、中东、欧洲、大洋州的机票 包括基础经济仓在内的所有客戳 都有一件行李免费托运 然而根据新政策 在6月7日之后 基础经济仓乘客需要为第一件托运行李 付75美元的托运费 第二件托运行李需要付100美元 第三件需要付200美元 另外所有行李都有尺寸和重量限制 几日前美利坚航空仅仍运一条 从达拉斯到上海的美中直飞航线 有了这些新收费的政策 美利坚航空成为全美第一间 对所有基础经济舱、计票 收取托运行李费的主要航空公司 它的竞争对手联合航空公司和达美航空公司 尚未改变政策 仍然对跨太平洋航线乘客提供一件免费 托运行李服务 但对所有其他长途航空航的旅客 收取15美元的行李托运费 洛杉矿时报执行总编辑海文梅里达日前透露 该部将削减超过10%的编辑部工作岗位 6月7日梅里达在给员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 该部社正在进行重组因此将裁减74个职位 洛杉矿时报的发言人希莱里·曼玲林说 大约500人可以留下 她在邮件中写说 重组源于全国各地的新闻媒体 面临着同样的经济逆风 作为一间公司 我们经做了大量工作来应对预算和收入方面的挑战 但这一项工作需要加速 我们需要对新闻编辑室进行更彻底的改革 令我们成为一间自我维持的企业 玲林说 虽然未来几个星期、几个月将会考验 我们作为新闻编辑室的能力 但她对《洛杉矿时报》的未来仍充充信心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全播内容 感谢收听和观看 同时记得订阅美国中文广播电视 Guard TV 频道 获得更多精彩内容和最新消息 我们下次再见